烟共是萧二元结善元的最佳捷径 简易的烟共法 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现在我准备要做烟共 要到哪里做呢? 真幸运只是路过而已 就找到这个隐秘无人凉爽又安静的好地方 今天的影片会和您分享 两则烟共后发生的真实感应故事 和简易的烟共法 这是我买回家后的烟共粉 习惯上会先分装在铁罐里 方便未来拿取 哇,打开盖子 又飘出一股淡淡的清香 令人心旷神怡 这是朋友吴博士介绍我用的 是由许多上等的成分组成 非常适合上贡下施 虽然很多师父开始说 在家里也可以做烟共 但是我可是二人无胆 心里还是会觉得毛毛的 会害怕呀 因此从来不敢在家里做 都是到外面做烟共 因为担心近年可能会发生地震等天灾 所以今天的烟共我是供养给 山神、树神、海神、风神、雨神、花神、草神、苗架神等等 师父又说 当我们在做烟共时 不好的众生看我们的脸是金光亮眼 不敢逼世、不敢近身的 如果在家做烟共还是害怕的话 可以在阳台外面做也无妨 师父又说 虚空有多大众生就有多多 绝不会因为你做烟共 他才出现或来你家 事实上 你做了烟共 他得到了布施与供养 有些二鬼道的冤亲就得解脱 往生他道去了 而这些曾经受你供的众生 在未来就成为你的贵人 因为他曾经受恩于你 就必会回报你 这是佛陀所言的因果法则 不是任何人发明的 烟共是聚集资粮最简单的法门 同时集资又进展 想想 忙碌的我们 哪能有时间或能力 天天布施千百万人呢 但是借由烟共 您是天天在累积百千万的 布施众生功德啊 行有余力者 若再加上诵经 持着修法等回向 则是更殊胜的法布施 烟共后发生的真实感应故事 有位师兄提到 他的妈妈突然住院 医生检查不出病因 只说血中的钠太低 一段时间后已经病危 有一天 师兄突然想到 抹师姐送他的药师烟共粉 于是他在妈妈房间里点用 全家都熏一熏 结果 当天晚上 这位师兄的太太 梦见妈妈 卧室里的墙壁上 走下来 很多很多的众生来受贡 他们很欢喜地离去 更奇妙的是 隔天医生通知说 妈妈竟然可以出院了 一位许久不见的朋友 大翻身 一直以来 我所认识的他 是为人努力 待人客气 处事忍让 但就是打拼了三十几年 仍是宰福宰成 快要成功的事 总是出状况 功归一篑 真是倒霉得很 后来听说 有位师父到来 于是决定前往求助 偏偏那天重感冒 全身无力 下不了床 内心懊恼不已 他心想 难道就是如此倒霉 唯一的希望 也无缘一事吗 越想越不甘愿 内心突然 升起一种 坚强的决心 要求母亲叫车 扛 也要把他 扛去见师父 见了师父 师父教他做的 竟然只有一件事 就是焉供 他打个比方 很有意思 如果能一直 无所求的在门口 奉茶给路人 不论是流浪汉 或没人要理的流氓 只要是心中无所求 久而久之 也结了些善缘 哪天冤亲 债主上门 或是自家门口 有了冲突 那些平日 来领受过好处的 就可能会帮忙化解 毕竟 他们是同族的 比较能沟通 因为是无所求的 做焉供 所以哪天没时间做了 也不会有人不满 如果焉供时 有所要求 就不妥 变成仇庸性质 那就有回报 及守承诺的问题了 这位朋友 于是开始焉供 也将师父的话 告诉朋友 结论是 身边许多人 例如运势差 总医不好的 莫名身心异壮 有疯了好几年的 有事事不顺的 在诚心焉供一个月 有的三个月 或半年之后 就感觉到很大的改善 而这位朋友 他自己 则是醉酒 才有反应的 足足做了一年 焉供 在如常工作的情况下 突然像开了运势的 连许久前的客人 都自动找上门 生意并结不祥 荷包也快速充满 还在台中精华地段 七期买了别墅 老爷车也换成了 Jagra捷报 每年带客户 周游列国 终于好好的 扬眉吐气一番了 来看我实说 现在终于能够享受到 自己努力的成果 也给一直为他担心的母亲 有了胶带 现在他已经做烟供 习惯了 出国也随身带着 一个小桃香炉 走到哪 供到哪 认真的很了 做烟供重要的是 要选择好的 如法制作的烟供粉 从挑选香材 持咒等等过程 都有一轨 非常严谨 如此更具加持力 也对众生更有益 烟供在我们来讲 只不过用一点点的香粉 花极少的时间 却对众生有那么大的益处 真是非常值得 姑且不论 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今世有幸得人生 能造福众生 若不做 实在太可惜了 以下是最简易的烟供法 一般人也能做的 1.点香 粉状织状皆可 插香炉上 粉状的可堆成小尖堆状 或长条形 2.三归一 双手合十 先观想 祈请佛菩萨 降临 坛城 或神桌 或是前方 默念 祈请十方法 借众生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僧 三变 愿此香 共遍十方 上供诸佛菩萨 下师一切众生 持续观想 许许多多的 无形众生 都在我所顶的烟中 各取所需 祈请佛菩萨 清除所有众生的业障 使众生 离苦得乐 3.持咒 一百零八遍 至少七遍 可念六字大明咒 Om Ma Ni Be Me Ho 持咒时 观想香烟 变得很大 比城市大 比台湾大 比地球大 观想所有众生 在烟共香中 获得利益 得到满足的情景 4.回向 默念 愿以此功德 回向十方法 借六道众生 离苦得乐 5.三顶礼 如果场地不方便 可免三顶礼 双手合成花包状 手中如寒珍宝一般 在头顶 喉咙 也就是喉咙位置 以及心轮 也就是胸口位置 各停制一次 然后五体投地 下跪双手贴地 磕头 如此重复 共三次 6.将烟共香炉 拿到阳台 让烟随风飘散 然后完成 另外要注意 第一 燃烧剩下的香灰 不论有没有完全燃烧 皆留在炉内 第二次 继续加新的粉 再点就可以了 第二 粉积满时 倒入河流最好 否则 倒入流理台 用水冲掉 能连续49天 做烟共最好 三 烟共时 心中最好事 无所求 最佳 纯粹为了布施众生 供养主佛菩萨 使众生获益 如此间接 结了善缘 四 烟共所使用的粉 不要用强力除胀香 也不要用金属香炉 如果有金属 及陶瓷香炉 则使用陶瓷香炉 做烟共用 点香粉后 拿到阳台 让烟 随风飘散 失与所有众生即可 金属香炉 是供佛的 陶瓷香炉 是失与众生的 烟共 只要是无所求的发心 方法正确 谁都可以做的 我朋友 刚开始做时 也是没有皈依的 烟共随时可做 一般是上午点香 是供佛 傍晚做烟共 是下施众生 但是师父说 随时都可上供兼下施 咒语是一样的 先提请 可默念观想 你所认识的菩萨圣号 例如 莲花生大事 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等等 皆可 提请诸佛菩萨 降临自己的 额头前上方60公分处 再提请所有众生 三归一 照上方的烟共法 念完咒语之后 让烟随风飘散 就完成了 如果担心家中不干净 可点强力除胀的那种 除胀香 农历七月时 我就多做户外的烟共 但是在屋子里 可是常常点强力除胀香 因为茉莉芬芳 二人无胆 说不怕 是骗人的 说到这里 相信诱人疑问了 许多烟共香 都说有除胀效果 为何又说烟共时 不可用除胀香呢 这里说明一下 所谓的不可用除胀香 来烟共的意思 是指不要使用强力除胀香 那些烟共专用香 因为可以广结善缘 因此虽然无所求 无形中 也许化解了一些冤结 达到除胀效果 所以有人就称为除胀香 因为烟共是无常的 不失于众生 就好像有人在家门口 放一壶茶水供路人解渴 帮助路人 因为不求回报 长期下来 和宁静的关系 总是比较祥和 无形中 也等于 亲了不好的磁场 因此才说 烟共香 有除胀效果 但是出发点 绝对不可有做烟共 祈求好运的想法 这是师父一再强调的 因为 若烟共不失 苦难众生时 要求回报 而发生缠绕不清的互利关系 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就失去烟共的意义了 许多烟共香 是可以上共下失的 因为广结善缘 所以也有除胀效果 但是 若遇到情况严重 烟共香无法善了时 就要用真正强力的 除胀香来取除 例如 在东南亚流行的酱头树 被下酱头 就无法用烟共香来解决 有时可以使用强力的除胀香 白天点燃 来熏 晚上放两尺再温水 泡澡数分钟 我的朋友亲身惊艳 他自知浑身不对劲 无法入睡 脖子出现热痕 脱皮 求助无门 只好死马当活马医 他点强力除胀香 并且泡澡三天 一泡澡就干吐 连续三天之后 竟然好了 实在是有够神奇 此除胀香能量塔 是不可拿来当烟共香用的 否则 布施虽然利益胜家 但是用错了 却造成伤害众生 不可不胜 从此莫利芬芳 把此除胀能量塔当宝 朋友搬新家 出差 就送这塔香当礼物 看大家如获至宝的模样 感觉真是值得 师父开誓焰共法的意义 若能如法观想持咒 助导修持 久之必获诸佛菩萨加持 并得到天龙八部拥护 尤其是人世间的诸种二元 可得转清或熄灭 种种愿望可以心想事成 主要是由于平时具有 供养和布施之福德 行者只要心念一动 无形之鬼神皆来永畏 帮忙解决困难 故可得到许多意想不到之好处 而这些好处 皆可不求自得 不需另外费心力求到